身在台灣,大家應該多少都有聽過 半導體這個神秘的名詞吧? 從耳朵上戴著的無線耳機,到手機、平板、筆電 各種 3C 產品都跟半導體有很密切的關係 今天就讓我們來聊聊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各個手機大廠的產品發表會呢? 從13年前的iPhone開始,各家手機廠商都會特別舉辦發表會 介紹他們當年度主打的旗艦機 那裡面除了介紹產品的名稱、容量跟功能以外 通常還會特別介紹他們的晶片有多麼強大 這個晶片可以說是所有 3C 產品的大腦 它可以儲存資料、可以進行預算 而正是透過這些晶片的不斷強化 我們才有一代一代、越來越強、越來越好用的電子產品 而無論是哪種 3C 產品的晶片 都是由半導體製作而成的 而台灣的整個半導體產業鏈可以說是非常完整 更可以說是台灣最強的產業之一 那今天我們會先介紹什麼是半導體 再來聊聊半導體產業在台灣的發展 而特別是半導體產業跟加工出口區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就來先簡單的這樣一個物理課 介紹一下什麼是半導體吧! 這個世界上有各式各樣的物質 有人就以可不可以導電來幫各種物質進行分類 那其中像是各種金屬都是可以導電的 它們就被稱之為是導體 而有些物質像是石頭、玻璃、塑膠這些 是不能夠導電的,它們就被稱之為是絕緣體 那某些物質它們比較特別,像是锡 它的導電性是介於有跟沒有之間 當它跟其他元素混合之後 就變成導電性可以被控制的半導體 那這些可以切換有或是沒有的特性 剛好很適合用來執行二鏡為止的程式邏輯系統 所以大約在60多年前就有人把密集的電路元件 堆積在這些半導體上面形成的機體電路 也就是俗稱IC 並且透過這種通電的變化來運作程式 那這些密集的機體電路組合起來 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 在生活中無所不在的晶片了 透過這些晶片,我們就有了各種能夠執行複雜功能的電器 換句話說,半導體產業的發展 以及晶片製造技術的嚴禁 可以說是大幅的改變了人類生活的樣貌 甚至可以說是現代科技的重要基礎 但這些晶片製造起來,可沒有那麼簡單 要製造這些IC晶片,需要用到的基本材料 就是在細做成的細晶圓這樣的半導體上面 透過光的石刻還有化學原料 做出一層又一層的電路 然後再把這些晶圓給裁切,交給封裝和測試的廠商 確認晶片的效能正常 這裡面的技術細節,我們就不多提了 但簡單來說,整個半導體產業 從上游到下游,可以大致分成 IC設計、IC製造、IC封裝測試的這幾個階段 那這幾個階段,彼此緩緩相扣 整個過程中,只要有一個細節沒有注意到 例如設計不良,或是代工時投工剪料 又或者是測試的時候沒有把不良品給淘汰 都會導致最終到我們消費者手上的產品會出問題 所以整個IC產業之間,合作非常緊密 而不管是哪個階段,台灣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果以產值來看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產值是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 而不管是上游的IC設計 還是中游的晶圓代工,或者是下游的IC封測 產值的排名都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 裡面也有著非常非常多的著名公司 比方說像是台積電、聯電、聯發科等等 而整個半導體產業的平均薪資 也都是在所有產業裡面名列前茅 那當然,不只是這些龍頭而已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鏈可以說是非常完整 相信大家身邊可能都有在這個產業工作的親朋好友 甚至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那我自己也有親戚在半導體產業裡面工作 而且是在下游的IC封裝設置產業 所以今天我們就不聊別的 就來聊聊這個大家可能比較陌生 比較不熟悉的IC封測 所謂的IC封裝測試,或者是說封測 指的是整個IC製程裡面的最後一道關卡 有點像是大餐廳裡面 在上菜前負責確認味道是否沒有問題的大廚一樣 那封裝跟測試其實是兩件事情 第一個部分的封裝 指的是把IC晶片的核心精力給包裹起來 裝在一個支撐物裡面 然後再把這個晶片的金屬突塊跟基板的電路元件連接 然後再經由封膠的程序,把晶片給整個包覆起來 那根據不同產品的需求 也會有著不同的封裝方式 但封裝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保護晶片以及幫助散熱 第二個部分則是測試 顧名思義,就是要測試每一個晶片 它的功能、電信、還有散熱等等是否正常 如果不合格的就會被淘汰 通過測試的才會交給客戶 那聽起來,不過就只是一個打包跟測試嗎? 可沒有那麼簡單 封裝測試產業其實有著非常高的進入門檻 大家可以稍微想像一下 這些半導體或是IC晶片其中非常小 所以為了要讓封裝的尺寸更小 對於精力的控制更精準 這些封測大廠不僅要投入非常龐大的資本 來購置廠房設備 也需要非常多的高技術能力 那些都不是三兩下就可以達成的 而台灣的封測廠商們 從50多年前開始就在高雄的男子加工出口區深耕 例如最早由荷蘭企業菲利普所創立的 這個恩智普半導體 或者是世界最大的封測廠商日月光 都在這個加工出口區裡面 持續投資跟發展最頂尖的封測技術 那這幾年還蓋了好幾座完全自動化的關燈工廠 利用人工智慧進行大數據的預測分析 也可以透過天車串聯所有的機台 進行即時派工的自動化生產作業 藉由這種全自動的方式 就可以把大量需要勞力跟重複性的作業 都交給機器人去處理 這樣一來,人力的資源也可以被釋出 而去處理更需要動腦的工作 而整體的生產效率也可以更加提高 而查到這裡,這種高科技的感覺 跟我們印象中的加工出口區好像是蠻不一樣的 甚至是有點顛覆了印象 所以在這邊我們也諮詢了加工出口區的管理處 得到了他們的詳細介紹 其實現在的加工出口區跟我們印象中 那個主要是以代工的製造業為主的 加工出口區是蠻不一樣的 像是剛剛提到的封測產業 之所以會在加工出口區發展成為頂尖的產業聚落 除了個別企業本身的持續投資跟經濟以外 有個關鍵的因素是 有不少率先在加工出口區發展的封測大廠 發揮了母機帶小機的作用 他們從國外引進技術 然後逐漸把這些技術轉移給了在地的其他廠商 此外這些大公司的員工 有的後來也自行創業接下舊公司的訂單 然後就這樣子慢慢形成了一個產業的聚落 而另外一方面 全台灣各地其實有好幾個加工出口區 有的甚至已經不以加工出口區當作名字了 而裡面的產業也不只是半導體封測產業而已 比方說高雄的軟體園區 就是以知識型園區作為發展的目標 裡面進入的廠商主要都是資訊科技跟數位內容的產業 而這兩年才剛啟用的台中軟體園區 也是想要主打比較偏向軟體的資訊跟智慧應用的產業 不管是哪個園區 目前看起來都有自己擅長的優勢 以及專心發展的目標 而且性質上也都比較屬於資本與技術密集的產業 那這些都跟大家印象中 比較以製造業為主的加工出口不太一樣了 不同的園區都各自發展著自己最具競爭優勢的產業 再加上軟體園區提供的數位科技 整個加工出口區可以說是都轉型成為科技園區了 製作這集的時候有感想是 半導體相關的內容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難 但這卻是台灣非常非常重要的產業 甚至那個重要的程度早就已經是國安等級了 因為這些半導體以及晶片的產製 連動到的不僅僅是我們日常生活的3D用品 更涉及到各種最頂尖最先進的高科技產品 像是自動車、火箭或是超級電腦等等 換句話說,這些產業背後都有著台灣的貢獻 那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想分享的心得是 我對於加工出口區的印象也產生了改變 就拿我自己來說好了 對加工出口區的印象可能覺得那是過去的產物 因為在上課的時候,課本都會說 在經濟起飛的年代,加工出口的貢獻很大 那我對於加工出口區的想像就是覺得 這麼悠久的園區,裡面應該都是傳統產業為主吧 沒想到也是在默默之中,就發展成了高科技的園區 而且話說回來,這個加工出口區的名字 聽起來真的滿容易讓人誤會的 覺得它只有在做代工的製造出口而已 所以看到現在裡面的工廠都已經滿智慧化了 甚至可以完全不需要人力去運作 確實是覺得滿驚奇的 那今天除了介紹我們比較熟悉的下游沖測產業以外 我覺得其他上游、中游的台灣半導體產業 以及他們的競爭優勢還有製程的內容,也是非常值得討論的 我們就有機會再來聊聊吧! 那由於今天討論的內容比較專業一點點 那如果有哪邊我們講得不夠完整 或者是你對重半導體產業有深入研究的專家 都歡迎在留言區跟我們分享更深入的內容喔!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半導體產業以及加工出口區的關係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看看5G產業是什麼 以及工業4.0的相關討論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給我留到了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